大家好,我是莉娅 欢迎来到我袁绍双传奇 红胖绿胖MOD党的第二期 我们今天就接着上一期 留下的这个战略态势继续玩下去 上期呢,我跟一剑丽婷 还有刘宇,我们已经组成了 这个河北第一大帮派 而且也顺利的把东北的 这个两个公孙都给掏掉了 还有就是南方的黄绍 我们也已经搞定了,所以说我现在 就有了他的东郡,可以作为我 黄河以南的第一个向南推进的 基点 然后南边这个刘代和王朗现在都 宣了我啊,不过王朗东边的 刘备,刘皇叔还有恐龙 现在还是中立状态,所以看看一会儿 能不能收个狗什么的 但刘代我应该暂时不会先打 我要是现在打起来的话 那后方跟他们西北帮突然火拼起来 就不太好了,所以还是先干王朗 这个吕布这一队 上一期被我投了两次毒啊,人已经 死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一会儿 围殴应该就可以轻松搞定他 不过他这身神装啊,这个是真眼红 希望一会儿给我吊点背 有心理会了 这个也是另一个韩国mod的心理会啊 不过成岳在演艺里面不是曹老板的人吗 他这个只改了立会,不过改的还是挺漂亮的 嗯,这是谁 刘传小姐,你原来在这儿啊 我说你去哪儿了呢 这个因为也是我们MTUmod的人物啊 从称号技能到建模都是改过了的 而且立会真的是又典雅又漂亮 所以说要想个办法把他给搞过来 嗯,兄弟系强 这个是系统要我决定一下跟我弟弟元素的关系啊 那作为大哥,我当然是兵士前嫌啦 不会像历史上那么过分了 其实是现在没有时间去管的 完了,我来了 嗯,彭尘直接就站了 嘿嘿 你这下还剩两个地方啊 你死定了,完了 吕波终于追到你了 追了整整半年啊 你这么能跑 给我掉个东西呗 掉个东西呗 这个应该是没戏了 因为一般那个戏我都告诉东西会先掉出来 唉 下一次 是什么时候才能跟你相见呢 哎呀,王老齐儿两队 拼死一搏啊 你人多,那我就伏机 好啦,陆小姐和红绿胖子 回去休息吧 你整个吕波的事情也搞完了 你叫我 嗯? 伏机失败 太尴尬了 血战险胜 他根本没有在怕的好不好 我这边三元三国猛将耶 来来来 这个一轮明月当空 有中秋节的感觉啊 我的徐晃拿回了他的斧子 所以忠心思想就让我们灵活的胖子去无双了 你个金将举着大斧头 我就看谁能打过你 总之我大炮先砸 那根本就是迫击炮啊 张鹤你就来这边给我到处骚一下人 单挑 好啊 我必将取胜 我必将取胜 王朗 你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吧 诶?你别躲啊 你别躲啊 这感觉壮汉在欺负书生 跑了 这就跑了 还来 好啊 你是女中豪杰啊 这我徐晃拿斧子简直了 我承认你还是有点实力的大姐 但是这个在我徐胖的大斧子面前是没用的呀 好了 结束你 刀剑无眼对不住了 这段之效果 今天徐胖简直无敌了 真是太可惜了 哎呀你要去哪啊 这个走也要走得整整齐齐啊 好了 这个在两边兵种的差不多的情况下 他没降了基本就是砸杀了 那士气掉了 再从背后抄一抄他们 最后顽强奋战的几堆人 哎呀 太惨了 对方小兵最后的坚持 射保了都 全部射保 我们天才的剑士不要钱 一地尸体 啊赢了 这样王老的第一波阻力我们就解决了 那剩下的城河二队我得找个帮手 嗯 光都继承了黄金乱军 你去自己的派系覆灭了 又跑去老乡的派系里当了个首领 哎 巡运终于会火箭了 再追一下追一下 我们这个会夜战士根本不用怕任何援军 释放怒火 消灭敌军 这下王老彻底被打出猪头了 还来跟西北方假意言和 因为毕竟刚刚也说了嘛 他跟张晏和张阳他们是一伙的 我先专心再跟王朗就不想跟他们西北方干起来 如你所愿 马敲带着老板三队下去会合一下 你去跟张和他们一起去把王朗最后一点东西给掏了 又生啊 这高龄产妇啊 又是心理会 这是张晏的初始随从余毒啊 你到底是有多毒 风格还是挺合适的 然后李大牧也是张晏的另一个初始随从 黄叔 我们聊聊好不好啊 你要不要来我家包吃包住啊 二十多 那可以啊 这并非不可能啊 我送哪个地呢 可以了 夹件衣服就可以了 这个宠物收的 我这狗王终于有第一只宠物了 还是硫黄叔 下个喝吧 陶家想要我儿子嫁过去 求之不得啊 还能要点钱呢 这破儿子本来又没啥用 哎呀 王狼果然上来了 这可是一场大战啊 这边人也差不多 都将近三千个 两队对两队 野战加援兵 主要是我三队这边还没招什么人 但是开玩笑 我这可是六个 我这个是六个大名将啊 来吧 这个大雪纷飞啊 我看着都冷 结果我的士兵全都穿着单衣 你们真是壮士啊 好啦 徐晃今天你要作为单挑王 你这场也得好好够无双一下 援军来了 大家不要怕 老板亲自来了 还有我的小马超 小媳妇马超 河北卫军 这真是仪表堂堂 这完全就是仪仗队 还打什么仗 真的好看 确实好看 金灿灿的 这这清兵神将太诗词 学历冲锋啊 这个速度虽然慢啊 气势不能丢 这全都是在往主队赶 到时候会合一下把正牌好 啊老板到了 头顶大天线 在旁督战 火将都去无双一下 马超终于有了机会活动筋骨 我们徐晃继续当单挑王啊 突发叫 就看这名字就是你了 你的棒打出头鸟 反正谁来跟我家徐晃对坎都是死 远处马超再无双 来啊 动作其实一直都是一样的 这单挑 一斧子砸死 周围的士兵自觉的绕开了我 啊这下都会合了 来调整一下位置 马超过来 看看他们屁股 继续单挑 这徐晃是越杀越强 就算半血一样砍死你 你们就算了 老板这么金贵怎么能去单挑呢 都关掉 这里边单挑就是金匠和木匠的火 来个磐石 对 主将的buff技能我可以吹爆 老板也去砍一砍吧 反正现在这个大天线也问不上 光看着正式我们就一定了 是 是 你学校真强 把福子还给你是对的 哎呀大姐 你干嘛呢你 你这不是 过来找死吗 你跑你跑 基本上演一模式一群名将无双就好 太好了起火了 对敌方的士气再度造成巨大的打击 你去射那边 这眼看上去敌军也不剩几个了 好了太史词 展示一下你的清兵神迹 太帅了 你这射的根本就是炸弹 激光剑 冲一冲冲一冲 老板血量有点堪忧啊 不过没事麻将赢了 赢了 这场战斗真是 我心灵上的酣畅大舟 看看 略处上风也行 反正赢了 这种大规模战斗打起来本来就很累嘛 突发巧 你是被我拾荒的英雄刺盖所感动吗 来呗 全来了你们 这场英雄完了王朗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嘎嘎嘎嘎 这边红线继续走啊 又最后是要空降刘迦聚装起兵的嘛 还有二队拿下彭城 嗯 血战险胜 先回去 三队下来 就略处上风了吧 能少四点人也是好的 我军如有天助 气焰大盛 我的激情更盛了 有话直说 想和你们位子让给我公孙散 你一直不忙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这个我承认你是对我们做出了不少贡献 但是你天天跟我闹实在太烦 再见吧 出叛军了 留一生去帮我打的叛军 在后方也没试作 我儿子已经变成他陶家的老大 来 孝敬一下你吧 曹老板 这继续来点回合粮呗 这个对付被刺王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一堆敌人 好呀 我对宠物是非常好的 可不可以再去拿农庄 可不可以再去拿农庄 孩子 衣服不错啊 我这把还没干过扒衣服呢 再见 二队你们就班师回朝吧 这往往的事情就差不多了 留个三队就行 哎呀 二爷 你在干嘛呢 你的刀呢 他把刀给掉了 这是被谁揍过一顿 给掉了 我们跟刘兄把渤海鱼港要过来 这样我们渤海就骑了 刘鱼给他留两个军就行了 反正在后方也没有什么事情做 就给我平平盼什么 嗯 你都这样了 现在合约是不是已经太晚了 不好意思啊 你这件事我是要有始有终解决掉 来三队去清一清 用兵一时 滚回去吧 追死你 这样你玩了吧 完了 果然负面 西庭尊便 好了先来跟西北寒睡马腾搞搞关系 因为下一步马上就要去干张燕张扬的帮派了 所以其他这些人都回合两搞搞关系为好 哎呀张燕 你这简直正合我意啊 不过这个有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拆了军队 所以电脑对我军事力量的计算比较弱了 他就以为我好欺负了 我们帮派就火拼了呗 我马上给你出两队 为天下苍生 嗯不小心还升了个鸡 太好了排击炮来起 二队在中山出 我这单挑王许黄是不输红胖累胖的存在 看来我们一起来打吧刘兄 你作为帮派干部得出点力啊 黄叔你来帮我评判 反正这些狗啊同盟啊 用来帮忙解决一下小战都是最方便的 你们两个打起来了 我都不知道南方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就打到这来了孙策 看来这个孙家是有点猛啊 估计这一把最终boss又会是他 嗯张燕你起了两队兵 还把河东同矿给拿了 什么时候拿的 那我这河北帮的干部意见力挺 你不是搞到只剩河南的地方了吗 这也太尴尬了 大家一拥而上把它给拿回来 你也去一起抢你这个老家 还有黄叔你也去 看来这1997年春季了 大家出发吧 一堆先往太原铁捆锤 哎呀我这个改革完空降流就差不多了 正学了之后我重新部署应该会非常便宜了 已经 这边菜帽千军通 黄叔也来 南边这些不干的人都尽量搞好关系 传奇难度最怕被齐勋 张燕你还聪明 你知道去跟吕布讲和 提款给我 夺战一下 这个花点试系值的我们家店补员嘛 这么快就想独立啊 黄叔我哪里对你不好啊 还是你觉得太累了 人物受伤马超 这个真的很气人 幸好我马超现在没有再带队啊 但这种随机事件有的时候真的很恶心 飞来横祸 我的小马超受伤了 哎呀发现敌军伏兵 这个地图上看不见的伏兵 但其实他就是等于告诉我了 他就在这一带 那 我也来 你这边的伏兵有本事就过来 他伏兵现身了 但居然跑了 所以电脑其实默认也是知道我们的伏兵在哪一带的 不管了二队先去掏张燕的老家 略处上风 攻城战就自动了 你一队往主城去 二队我们就可以班师回巢了 这边一队应该是可以自己搞定 韩复这边有新内会的人物了 成功根本不认识 不过风格都蛮好的 还有严谨 黄左啊 你要不要把女儿嫁过来啊 这些关系都要搞好一点 都说过狗什么的 你我已达成共识 你有伴啊 黄叔 断迪干在家里无聊 跟你收了个伴 这边自动也签下互不侵犯 军通继续 这些小派系关系都得搞一搞 狗王嘛 嘿嘿 张燕你还起了队新的 你这人都补不满呢 这要被我干了 我这边二队随时都是可以来的 我已准备好提枪上阵了 行事谨慎 可称激 你跟谁让我矛盾啊 哎 流星我们一起打张燕 继续群殴张燕 跟吴国的关系也是得搞一搞的 你这个疯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不 哎呀张燕你现在想一喝啦 不行 还没打够呢 嗯 主动下来了 你这个二队人还没补啊 他说我略处下风 这个我不得不由亲自揍你了 大雪天啊大雪天 公孙战 只要徐晃在 都是无双的事 嗯 张燕的黑衫劫匪 这东西超级脆 种子就砸 我这边试着侧面绕绕绕他 他后面不是有弓箭手吗 哎呀你还来追我呢 你追不上我 哎呀冲到了冲到了 这个我这对剑盾还是挺给力的 啊总之我徐胖无双就好了 感觉演艺模式下一切的问题都可以用无双解决 跟单挑王打 来 徐晃就没输过 哎呦 又是这个过肩摔 公孙战你要给我好好起到张合的作用 轻轻松松 这边再来吼一嗓子 这个徐晃啊 根本就是半个火匠半个金匠 你说他怎么不强 能单挑能清兵 最后再来给你通一通 好了一张 你们两个这个新合作很愉快啊 以后二队就靠你们了 烈鼠上风 冯礼 好啊 他这应该就是汉帝国独立出来的某个太守 咦 公孙战 哎呀 天国之剑 那就来吧 凭着你这剑我就得把你招过来 这还可以以后去当个太守什么的 东西都贡献出来 这个金领帮就是公共财产了 好了红胖 搞定太元吧 加这个非常值钱的工业军就拿的差不多了 张燕被我这群人逼到自闭了 都站在山里面无所适从了 不敢面对后面的形势 都感觉是在求我了 但是我帮你其他干部不愿意啊 红胖继续往西河去吧 这一级小镇直接拿就好 哎呀 郑江 郑江你自己来了 赶快赶快管你以前在哪 这下你和陆正不就姐妹团聚了吗 不过你超级不开心的 那只能当我干女儿了 这下开心了吧 还不开心 但是没有官位给你做啊 给你找个老公 这边自容有可怜的角色 哎呀你们夫妻和谐 那就来呗 他这儿子还是个新类慧呢 好啦郑江你这都结婚了呀 你给我人丁兴旺一点 看看泽布啊 这配色有点三国无双里面 马朝的架势 不错不错 好啦外甥不好意思啦 我这边要把河北给清掉 你上当也得贡献出来 哎呀公国了 剩下只有官位给这帮一天到我不满的人了 汉是危在旦夕 实力增长功 任我完成莫玛丽兵 成为天子 好啦谁不满都给我做官 都来 公孙顿我刚刚说了 你就当太守 装点太守加成的饰品 再加个斤 修东西便宜嘛 嗯 这边可以拍新戏座了 你就去吴国吧 这吴国绝逼是以后我们最大的敌人 这下连我的干部都看不下去了 都愿意跟他一合了 来吧小可怜 祝你好运 好这不出来 派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一会就给我下去刺探一下南边的情况 我现在非常在意南边的情况 下回合 咦菜帽覆灭了 韩森向柳燕宣战 董明和吕布宣战 董明是要去夺回他的王位吗 冲啊 给我快划 好了总之郑姐夫你先用东南种田路线给我下去看一看 下面形式好像还挺复杂的 这吴公国左右都是汉帝国独立出来的势力 西边这帮人可能一会儿能收个狗 但总之我是真的不想吴公国做大 得想个办法呀 哎呀外甥不好意思了 二队朝张阳去吧 帮派继续火拼 这边工具铺也站下来了 根本就是风雪残云帮 这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这样我河北帮基本上已经完全把河北拿到了 对了 我等 这边把刘兄刚才拿的铜矿给买回来 铜矿是个好东西啊 我方接受你的提 吕大人我们停个站吧 我看你也忙不过来了 提的还算合理 皇叔去帮我打打张阳 你态度还开心呢 这个让附庸同盟去帮你打人啊 如果对方挺弱小的话态度反而是会涨的 云尔 云尔你好啊 你是谁派过来的呀 返利燕 这张阳的遗孙啊 这已经百分之百就是张阳他们派过来的 但先来吧 反正张阳马上就要没了 到时候你就彻底是我的人了 好了张阳再见 对手下风 喂 日本人又出来打我 二队回家吧 卡在这里不是个办法 这边西河直接给郑江集队 银儿也来 你们这个要准备度过黄河去西北了 凡天请求张晏参战 这下真是救不了你了 三不亦病 发药 你这是给了我完美的机会过河去打马场 阿皇要不要来我家 保持住哦 帮你议和一下 你跟这么多人都在打呀 我说你怎么愿意做我附庸呢 你这是疯狗在外面到处咬了人 自己没法收拾了 这我以为这血仗险盛了 再见了张阳 张晏来了我们就直接上 是我略处下风 两千打三千 我家郑江不可能打不过你 徐晃的公用斧头也给他了 一脸土匪香 真是太合适了 看谁都不顺眼的样子 云儿你这脸有点像演员邓超啊 郑江带过来的引辅军 不过这个硬碰硬战斗应该还用得上 快来直接来吧 总之都是先无双再两兵交接 这个有强将去无双基本上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赵云带过来的白马攻起啊 那剑里给我掩护一下郑江 赵云来无双 这个真假拿长度武器无双是真爽 不愿意单挑 不愿意单挑我就拼砍 哎呀瘦哦 赶快散阵 来云儿 砸一下 这个1.2的云儿改了个云凤技能 简直就是清兵王了 变成瞬间二点人了 再砸 无非草扣而已 你难道不是草扣吗 让你彻夜难眠 彻夜难眠是什么鬼 女王你要整夜折磨他吗 我怕他受不住啊 他只是个小可怜 太无了 单挑来 我这个徐晃的大斧子开过光的 谁拿谁就是单挑王 哎呀有点尴尬被打下来了 童死 这绿胖最爱用的招式 其实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拿长柄武器的郑小杰 这个女大力士的感觉 搞定 三招砍死 我们开着伞子也没用得跟你们说 这都没几个人呢 看着毛病伤害打一打 这剑变直接上去 加快脚步 动作快点 哎 云尔这兵器都差不多了 哪个水神万物 张亚还在硬撑 你这个平砍是不可能砍过我云尔人 好了白马冲一下 这个冲击数值还是可以的 快跑 加快脚步 离军 变阵 之前大家都说我不爱变阵就变一个 再来 这白马作为弓起来的冲击力还可以 还可以 没关系 就恶民呗 你去追一下张亚 拜拜啦 搞定 哎呀 谁偷了我东西啊 偷了我的重要物品 不舍不想的溜走了 这是我玩的有点太仓促了 判断戏作 我的胎手空掉了 公孙度 搞半天你是刘代的人 笑这么开心 偷了我的东西真的那么开心吗 好了刘代你完了 这个偷东西不重要 这个欺骗我是很严重的事情 等我把北边的事情搞定了 就来跟你聊 嗯 张晏这队满边是哪来的啊 这个尴尬了打不过啊 只能再骑队了 二队的出来 过来吧 我忘了 我忘了张晏派是攻击是主动伏击的 这下完了没援军也撤不了 就死呗 死就死呗 这个大家看节目应该很少见到自己被伏击的画面吧 破罐子破摔 基本放弃抵抗 悲惨失败 你还来 遇见悲惨失败 这个要输了人还会被抓 这个我就不能放弃抵抗了啊大哥 而且我这边一堆名将 怕你不成 来 看来我的偏偏白马云尔 这边淫妇军已经叙事待发了 我这边剑盾兵也站好了 就等着他来 盾宝全部开上 然后正女王无双 这两队人 正将赵云先干这对吧 排击炮先砸 在你们冲过来之前能砸多少算多少 这对人造少的应该比较好搞定 原来开始无双了 原来开始无双了 阵地 哎呀你去哪儿啊 你给我绕 爱的绕圈圈啊 别跑啊 激临沉沙了 马上要冲进来了他们 原来去打那边呢 看他们要冲进来了 白马射 头绪接砸 大家冲住就会赢 这攻城战和赵云你们这对好自由 时隔多年终于再次携手作战 骑着白马冲死他们 碾压掉一队 感觉好像快进来了他们 你这没弓箭的去给我堵一堵 用邪恶之虚要给我堵住 射宝射宝 可怜之雨 必出自可怜之口 这里都堵成一坨了 把我步兵侧冲 勇士银腐军的冲锋能力可是很不错的 土匪对抗 一局四散而逃 到底是无胆数 剩的白马再冲一下 变阵 笑是漂亮 不过其实我白马也是有点死伤 但是帅嘛 他这也没剩几队人啊 我们这边大事已定了 女儿继续无双 军师往我的人堆里冲 失去理智了 被我的徐玉碾着跑 赢了 非常完美的守下了我的西河城 啊 史诗大吉 这真意外啊 我真的那么棒吗 既然能打出史诗大吉 打跪了吧 跪地 是的 这下张眼应该彻底没有什么军力了 嗯 你还来帮我啊 阿皇 可以啊 这条应该算是咖门狗啊 够凶 身侧 你步上了你爸爸的后城 收购时间到了 这个甲龙的 甲龙的遗孀 这个家里那一堆又加了同伴 战业 要不要和平啊 这个你也要加入我的大家族吗 来吧 这下这狗收的 我这全地图 一二三四五 五支了 所以今天的任务完成的还是挺完美的 唯一的敌对帮派就被彻底打散了 只剩一个刘代还处在河南了 这个龚生洞的仇是 之后一定要报的 所以今天的任务完成的还是挺完美的 接下来就是要进军中原了 那就很感谢大家收看我这一期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了关注及收藏一下 在这里祝大家一生中秋快乐 我是莱雅,我们下次再见啦